人生是一場賽局 無論學業 交友 婚姻 職場 處處是國異 唯有智慧是你真正的籌碼 唯有全民心攻略 給你鍛鍊籌碼的機會 非常的感謝 而且歡迎全國的所有 求知欲很旺盛的朋友們 準時光臨 全民心攻略 這個人生如戲全靠演技 演技是生活體驗的發揮 更是反覆練習的純熟度 表演的經驗久了 演出時間長了 什麼場子大概都能夠反映出 比較準確和恰當的反應 今天晚上我們齊聚了一群 演技高手們要來進行一場 似夢又似真的解題大賽 誰是裝糊塗 誰又是真聰明 誰是真的笨 來 馬上就大象一個白 好不好 來 歡迎六位 介紹第一位 北影表演系的碩士 泰思宇 老師好 老師好 第二位金鐘女主角 黃高蕙鈞 高蕙鈞大家好 新生代國民老公何浩辰 大家好 金馬影帝入圍者 吳建和 好 孔子第76代傳人 孔寧元 好 斷手斷腿的演技派 張立東 好 今天有一齣戲要跟大家做見面了 就是有三齣戲 三個人 吳建和 何浩辰跟孔寧元 是吧 那這個劇 劇名叫做 為什麼叫做白日夢外送王 何浩辰先說 這個電影就是 他在講一個外送員 然後他在追求夢想的過程中 他會遇到一些挫折 但是他不會輕易的放棄 那我們是用一個比較輕鬆 喜劇的節奏來呈現這個故事 那你演外送王 我演一個外送員 那吳建和在裡面演的是 一直在阻撓何浩辰的高中同學 阻撓 阻撓 或是演一個富二代 同立員演什麼 我在裡面演一個高冷的YouTuber 然後算是陪著他一起過關 怎樣的一個關鍵人物 大概什麼時候播出 什麼時候演出啊 二月十一號 晚上十點 春節是嗎 對 除夕夜 除夕夜晚上 加油 白日夢外送王 謝謝 好 好了 歡迎本華麗豬豬肝 最高層級的研究員蔡上華 他要提點一些什麼 來 大家好 我是你們研究員蔡上華 來到我們新攻略想拿獎 可沒那麼容易提醒大家呢 首先你要先闖破 資格再開啟 Super Night 才能夠有機會解鎖我背後的寶山 拿回十萬大獎 希望今天大家都能夠快很準 同時要分析推領你的答案了 最後我們再把時間交給 可以一人分飾多角 同樣輕鬆自如 我們的舞台劇男神 資格掌 準備 資格賽的第一個提示 請看五秒 皮克斯動畫電影 幾十部 我還說哪一部啊 所以要開始鎖定 你心目中所知道的皮克斯 第二個提示再開十秒 一九八九漫畫猜謎 民國七十八年有什麼漫畫猜謎 漫畫猜 好 唉唷 何靠沈 答案是 答案是 他有一個戲叫 腦筋急轉彎是吧 對 有一個動畫 答對名 恭喜答對一次 語言邏輯的演戲 是冷笑話的前身 腦筋急轉彎 第一次來節目的就有機會上來 張立東來了三次也只上一次嘛 對不對 對 上一次也是只答一題嘛 對不對 對 是吧 你們這整個所有最好成績 就是一題 突破一題 所以今天何浩晨上一次要 打兩題你就是今天的 真的假的 你就設定了一個 所謂的何浩晨障礙 因為他們最多只答過一題 好 好 好 何浩晨 請就位 好 何浩晨途協 台南大學體育系畢業 漂亮 今天宣傳的是除夕的賀歲片 白日夢 外送王 今天我們第一個出來 我相信這 你看過這個節目 看過 第一個能出來的都是 要有一點實力跟運氣成分 好 謝謝今天這一集 今天整體搭配 我們組合了一些 比較沒有殺傷力的朋友 太好了 謝謝 謝謝你們 來看一下我們這一集 要準備什麼夢幻大獎 來 請開門 只有你這個搖滾區 可以看得到全貌 搖滾區可以看得到的全貌 睡眠三部曲 逐纖維 保潔電阻 刀具砧板 滅菌器 好想要 三萬大獎在左前方的白色的 晶片雙層白行李箱 五萬大獎在右邊 那是破壁智能養生調理器 迪士尼 美語互動教材 親子居家守學 好 加油 好 人生的第一段題目 現在成功解鎖 請 公布 何浩神的題目 第一題 外送平台鼻祖 因為今天就是 是 宣傳白日夢 在裡面演外送員 保險套問世 在未來媽媽這部戲裡面 幫保險套取名著 對 有吧 有 理想男友職業 你在戀愛的詩音節目裡面 跟瑤瑤約會 對不對 漂亮 後來也奉出了一段那個 友情 外科醫生當兼職 大學曾經的 曾經有 修過解剖學 對 我們戲上必修的 體育系要修解剖學 待會再告訴我 北海道習俗 非常喜歡日本 去過超過十趟 尤其喜歡北海道 潛水者的風險地 兩年前開始喜歡接觸潛水 號稱曾經痛 他要嘗試體驗了分娩的這種痛 聽說只能夠忍到精痛的指數 是不是 超痛 李小龍不能說 偶像是李小龍 這也是很奇妙的緣分 選到哪 選到哪 聊到哪 好不好 第一題 從哪裡開始 就來選 外送平台鼻祖 外送平台鼻祖 請主題 全球外送產業成長快速 請問台灣第一個有 線上外送平台的店是什麼 A 飲料店 B 披薩店 C 漢堡店 線上外送平台 線上 我的答案是 來說 我的答案是 披薩店 B嗎 B 請說定 線上的話就是 線上 在網路上訂對不對 那這大概 那就不知 那披薩會比漢堡早一點點 我印象中 好像比漢堡早一點點 對 那個有叔叔的那個 有叔叔那個後來也有送 對 後來也有 那你還在披薩後面 我印象中 我人生第一個訂的外送 應該是披薩 請介紹 第一題 第一題 恭喜 冷靜 冷靜 西裝要爆開 漂亮喔 來 第二題 外科醫生當兼職 對啊 你們的體育系 還要學解剖 人體解剖學 要了解人體的什麼結構 肌肉構造 筋膜 然後還有骨骼 請出題 外科醫師非常了解 人體解剖學 請問中世紀 歐洲什麼職業的人 通常也瞬間外科醫師 A 理髮師 B 雕塑家 C 工匠 這個 中世紀 雕塑工匠 我的答案是 我的答案是 A 理髮師 理髮師 鎖定 理髮師只是會動刀而已啊 對 雕塑家不是更厲害嗎 但我覺得至少他對刀具的 那種熟悉感會比雕塑家 再高一點 而且我印象中 我有看過一個電影 也是好像是中世紀的電影 然後他是理髮師 但是他好像是開堂秀 真的喔 現在有人說理髮師 有一個動手術 自體毛髮移除手術 就是一切用的 就是除毛嘛 對 就把它延長 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那是主髮 理髮師 開堂秀 請接著 真的是理髮師 超神 大哥 你們剛才 你們有沒有可能會選雕塑家 我會選雕塑家 是喔 好 通常在我們現在的觀點 會覺得理髮師跟外殼醫師 感覺專業完全不一樣啊 但是在英國國王 愛德華四世的年代 他居然把理髮師工會 跟外殼醫師工會 兩個合併在一起 而且他們的職業專業是 能夠同用的 因為在歐洲中世紀的時候 他們的人類認為說 其實頭髮毛髮 也會影響到我們的身體健康 所以他們的理髮師呢 除了幫你修剪頭髮之外 他也是會幫忙放膿跟放血的 那這個部分就算是一些小手術 所以它是通用的 但是久了之後大家就發現呢 基本上只要受過正科外科的 醫學教育的這些人 他們才能夠做比較厲害 而且專業的手術 所以久而久之就慢慢地 又把它分成兩個專業了 來 我們準備進行第三題 那個是為了 未來媽媽這個性虛體驗嗎 對 然後它這個設備 就是讓男生可以用透過電療的方式 就是去體驗女生的經痛 經痛 然後還有分完 到整個過程 分眠 分眠 對不起 耗神曾經痛 就指這個痛 什麼痛 來 記錄你 經痛是女性的惡夢 美國研發了哪一種產品 可以幫助舒緩經痛的呢 A 發熱身禮褲 B 馬菲護墊 C 大麻棉條 我的答案是 大麻棉條 C 接鎖定 不假思索是為什麼 我覺得發熱身禮褲真的 很多人會覺得發熱好像會舒服一點 可是好像沒有辦法 舒緩得很透徹 然後馬菲我覺得太 要性太強了 大麻現在好像在美國是合法的 我覺得這個跟我們的題目 應該會最接近 對他答對 舉手 三男三女 女生都沒舉 你完了 女生都沒舉 你死了 沒有 也有可能 反而男生舉得怪了 發熱身禮褲是太普通 太普通了 對 發熱身禮褲太普通了 對 有這個東西是嗎 有 就是它太普遍 它的功能是什麼 就是舒緩 就是舒緩 它本來就有 就是 本來就有這個東西 本來就有 抱歉 就是有發熱身禮褲 但是大麻棉條又 它又可以 如果它有舒緩的效果 我又可以 講到好 不用比 講就好了 又可以進去 可是進去 對 接觸面積比較 接觸面積比較深入的話 它好像是不錯的東西 很像是不錯的東西 我沒有聽過這個東西 是 好像可以試試看 蔡立東聽過沒有 我也沒有聽過 對啊 可是感覺因為是美國嘛 美國使用棉條的機率是 我們全世界算最高的 對 所以有可能大麻棉條是OK的 對 如果它是 你怎麼知道美國人 使用棉條的比例比較高 美國使用棉條 這是真的 他們國民 他們很少用衛生棉 他們不愛用衛生棉 他們都用棉條 請揭曉 看來你可能打對 大大哥 好 很多女生都覺得 筋痛起來真的是要人命 那現在告訴大家 其實在美國加州 因為他們是大麻合法區 他們就研發出一種 大麻棉條 一旦筋痛的時候 趕快使用大麻棉條 它可以幫你緩解 舒適整個這個骨盆腔的不適 都你的卵巢到子宮頸 在二十分鐘以內 就可以速效見效了 但是這種大麻棉條 像是在台灣 它就是不能使用的 它裡頭有大麻素 所以它一支也要價不費 光是一個棉條 一次使用的就要三百三十塊錢 第四題 加油 潛 潛水者風險地 潛水者風險地 所以你已經考到開放水了 水費 然後獨立有在學嗎 正在 你可以一分半兩分鐘嗎 我最放鬆最放鬆的狀態下 別到三分零五這樣 有到三分零五喔 多深 沒有啦 就是最新鮮在水面上 那時候第一次 三分好厲害喔 三分很可怕 潛水者風險地 請出力 請問哪一個潛水聖地 有潛水者之木之稱 是地球上水廢潛水 最危險的地方 A 哥斯大利加可可島 B 泰國的沙梅島洞 C 埃及蘭洞 太誇張了 對 你還沒有出去 遣到那麼多地方吧 沒有 我想 有沒有大概了解過 兩分五十秒 時間一秒一秒地再過 哥斯大利加 泰國還是埃及 兩分三十五秒 我的答案是 不好猜 A A A嗎 A嗎 請說力 你那時候在練潛水的時候 難道你心中沒有開始訂一些 前三名的名單 你希望能夠去潛的地方 還沒有 因為 我還現在接觸自潛 就是想著如何讓自己活下來 潛水 要有水廢才能活下來 會潛水有什麼時候 但自潛的話 因為自潛我 我們會比較 就是靠你吸的那一口氣 然後 挑戰你的極限 可以往後多深 自由潛水 對 所以我還沒有 還沒有去構思 你聽說的自由潛水的紀錄 是一口氣下去 多多深的紀錄 最高紀錄 現在好像八十 八十啊 一百二 一百二啊 好像是一百二 一口氣 一口氣下去一百二 你不猜埃及蘭洞 也不猜泰國 猜可可島的原因是什麼 我就想要挑一個 聽說過什麼嗎 還是什麼 都沒有 你瞎猜對不對 這三個題目裡面 這個地方最冷門 所以 這三個學校 這個可可島最冷門啊 我啦 我是完全沒有聽說過 那個地方 在美洲 蘭洞 起 接 酒 水庇潛水最危險的地方 正確答案就是 埃及蘭洞 好 埃及蘭洞這個地方 雖然它很美 但是也號稱是全世界 最危險的一個潛點 因為這裡更是 所謂的潛水者之墓 要告訴大家 其實當你在潛水的時候 基本上只要到了 海面下四十米的這個深度 就已經是一個 滿臨界點的位置了 但是 在蘭洞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拱門 這個拱門的深度 大概是水面下五十六米 所以到了一定 這樣一個深度的時候 牽著就很容易 會產生氮氣 麻醉 就容易會迷失自己 會昏迷 而喪失了這個求生的狀態 所以在這拱門的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很多 散落一地的潛水的裝備 甚至是有一些屍體 看起來就很像是一個 海底的墳場一樣 對 好 就送你喜歡的東西 來 好 我們要送給何浩誠的是 貌德國際OIGO 紫外線刀具砧板滅菌器 UVC滅菌無死角 六十度熱風 細菌病毒不滋生 富高機能環保TPU砧板 避免生熟時感染 而且就是韓國設計 緊密線條優雅大方 隨差即用 是守護家人健康的最佳伙伴 一定送一個你最需要的禮物 這是我們節目的另外一個特色 謝謝 希望你喜歡 對不對 好喜歡 謝謝 朋友們好 請下一回合的資格賽 全明星空略模範生 招募中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籌碼的機會 第二輪資格賽 目前三男三女 男子組1比0暫時領先 請看第一個提示 長鏡頭是什麼時候用的 誰在用的 為什麼要用 第二題是 再開10秒 2020金馬終身成就角 吳建和 這一下把人力給打傻了 來 不好意思 答案是 侯孝賢 他創造的鏡頭不是跟人走 是讓人走到鏡頭裡面來演戲的 用旁觀者在第三者的角度 這是很特別的 答對了沒有 答 來打對啦 可以提前提 謝謝客廷娘 恭喜吳建和 請就位 吳建和同學 中國文化大學 季級運動 季國術學系啊 好特別喔 這戲是體育系分出來的嗎 對 它以前是 國術系本身是一個戲 但是他後來併到 季級運動項目 好 他呢拍了很多的戲 當然呢 尤其更厲害的是在第四十五屆 第四十六屆的金鐘獎 都獲得了男配角的殊榮 尤其在金馬獎也入圍了最佳男主角 所以你的演技已經非常被肯定了 謝謝 精采 四分鐘你要面對的題目 人生第一套 請公布 第一題 富二代從何來 因為在白日夢裡面 就是搞笑富二代 監獄藏術語 在陽光普照裡面演的是更生人 對吧 自主學習不叛逆 在畢業前一天 什麼這個爆炸的那個 就演叛逆學生嘛 對 對 客語借菜藝 這個因為這個對你更有好感 我們都是客甲人 對 你是哪裡的客甲人 龍潭 龍潭 也是講四線的 對 四線 對嗎 散打比段位 他是散打搏擊的運動員 高中還得過金牌呢 護法歷史學 他曾經在IG發文 想詢問一下有些護法的好物 所以他也是愛法一族的 然後本身呢 歷史聽說是他最擅長 最喜歡有興趣的 住眠好料理 睡眠品質不太好 而且喜歡自己做自己吃 別 自拍別上傳 不喜歡自拍 總覺得不 是不太會 不太會 對 從哪邊開始 我選住眠好料理 住眠 為什麼睡眠品質不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 每天大概睡 四到五個小時就差不多 太早了吧 那是五十歲以後的事情 我不知道 我好像從國小就開始 國小 我也是 你也是啊 但是我其實有看過醫生 他說 他說如果你覺得睡得夠 然後你起床 你要沒精神 不是睡多久的問題 對 就沒問題 所以你睡夠了沒有 我覺得我睡夠 因為我每天時間很固定 我大概兩點睡 六點起來 或六點半 希望從這裡面 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對 助眠好料理 請助理 請問晚餐吃哪一道日本料理 有幫助睡眠的效果 A 咖哩飯 B 納豆拌飯 C 牛肉膽飯 請助理 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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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哩 鴨豆拌飯 請助理 請助理 鴨豆不是早上吃的 因為像咖哩飯 咖哩飯裡面有薑黃 香料 它其實會讓你 興奮 更興奮 然後牛肉丼飯是 我印象中 其實紅肉好像沒這麼好 因為其實運動員 不太吃紅肉 因為運動員是你可以 迅速補充蛋白質的時候 會用到紅肉 但是像那個 LeBron James他們 NBA很多 很厲害的球型 他為了保養他的身體 他是 但是不吃紅肉 請 接受 第一題 晚上吃的日本料理 納豆拌飯 有助理 好 納豆裡頭 除了有平衡 我們自律神經的 維生素B12之外 一定要告訴大家 它真的是一種 非常好的食物 因為我們的人體 蛋白質如果要合成 就需要氨基酸 那在人體當中 有八種必需氨基酸 是我們有辦法自己 人體製造出來 必須要從外面的食物 來攝取的 而納豆就是這八種氨基酸 它統統都有 裡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色胺酸 它是天然助眠劑 所以在吃了納豆之後 就可以幫助睡眠了 第二題 客宇 妳知道爸爸媽媽都是客家人嗎 對 都是龍潭客家人 對 四線槍 四線 妳有演過客台的戲嗎 我第一部演的戲就是客台的 客家話說 妳平常的家裡面 會有的 互動的語言嗎 那妳去演那個客台的就 但是我從高中就搬到台北 所以演客台的戲其實 所以我很少講 我演客台的戲就是 妳是要把客家話變成台詞 還要點調整的 就是我大概聽一下 就可以換回那個記憶 然後 這小時候使用的語言 對 好來 請出題 現在也是客家人常吃的蔬菜 那麼請問俗彥 請問俗彥 指的是什麼意思 A 有心 B 無心 C 傷心 這就是雞腿喔 嗯 雞腿 C 傷心 C啊 對 C 傷心 請鎖定 以前不是十二十幾個 那是六個 六個掛材有心 還有掛材有心 對 那十二月芥菜就傷心喔 其實芥菜我們家 我外婆她有種很多菜 然後芥菜我印象中是 冬天 冬天大寸 對 對 所以她已經 她已經差不多要結束了 因為她已經要被收成了 所以等收割了 對 那就傷心啦 應該開心才對啊 都可以收割 收割之後 她就結束了 你是十二月的芥菜 你的生命就快結束了 對 因為要採收了 對 你就沒辦法再長在土裡了 是這個意思 對 是不是傷心 叫什麼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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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來告訴我們 好 六月的芥菜是家有心 十二月的芥菜 她的菜心已經快要開花了 所以代表這個菜心 她已經老了 所以當然她就覺得傷心囉 她又要老了 怎麼會這樣呢 這個是什麼腔調 庫家人講國藝啊 什麼 十二月 是解釋一點吧 對 其實不是解釋 是那種腔 也因為講法的習慣 對啦 來 選我們第三題了 好像回到家 富二代從何來 富二代從何來 請 主題 富二代稱呼通常是含有貶義的 請問這個出法最早是出現在哪裡 A 短片散文 B 電影台詞 C 訪談節目 都有可能啊 C 2分45秒 C 訪談節目啊 C 訪談節目 訪談節目 鎖定 猜的 沒有 因為 短片散文 我以前很喜歡看短片散文 但是我不覺得 就是我 其實刪去法 為什麼我不覺得他會出現在 沒有那個印象 而且是一點都沒有 電影台詞 我也沒有看過過 每個演員都要知道的 覺得他答對的舉手 訪談節目一位 我覺得很想 一位 兩位 有兩位 因為他是 認為是短片散文的舉手 兩個 也兩個 短片散文 真的啊 各位君 我覺得他比較像 出現在小說裡面 的一點 覺得是小說裡面的台詞 對 閃文裡面的片段 對 施罵張立東 感覺是那種 愛情 言情小說 對 短片的 比如誰在誰來設定他 他是一個 他給我錢的富二代 對 之類的 感覺 我覺得可以造成一個 流行的東西 他會更普及一點 所以我覺得電視這個媒介 就是 形塑大眾文化的一個 很重要的媒介嘛 然後感覺就很像 相親節目還是什麼的 會介紹這個人 很快就給他的表情 富二代 讚 這種 富二代 讚 謝謝 常常在那個 每一個來賓的前面 都會有一個名版 那名版 最簡單的就是 他們會取比較 短的形容他這個人 然後直接讓觀眾看了 第一眼就可以明白 他是 什麼樣的人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好像是在 富二代 節目上面 我們富二代常講 我看起碼講了快十年 在台灣 起碼講了快十年 富二代 富二代的喊 他最早出現在 什麼地方 請揭曉 訪談節目嘛 恭喜答對 好 雖然現在有時候 提到富二代 我們會覺得好像是稱讚的意思 但是在一開始 它是一個帶有貶義的詞 大概就類似說 你這個人是二世祖 是玩褲子弟 是公子哥 總之就是家有恆產 佔這個錢 所以就不學無術 遊手好閒的人 那他一開始呢 在公眾的媒體上面出現 富二代這個詞呢 其實是來自於 香港鳳凰衛視 當時知名的大陸主持人 魯日 他主持了一個節目 就叫做 我是富二代 來 第四題 三大比段位 三大曾經在高中 高中什麼學校 海山高宮 得到金牌 是全國高中的金牌 對 高二的時候 但我國中就開始練了 三大比段位 請出題 斷錢 在拿到 在上斷之前 牠有一個動物作為牠的標誌 犀牛 猩猩 熊貓 2分15秒 我選C 熊貓 請出題 猜的 因為我有印象 閃打一些會 妳看過功夫熊貓 不是 這樣 牠有一個 牠有一個mark 我印象中 妳有受過傷沒有 就是 我全身都是傷 我的腰還有我的膝蓋 還有腳踝 有造成你的表演上的影響嗎 站久了會腰痛 或者是變天的時候膝蓋會痛 那表示牠沒有在對的位置上 對 有整理嗎 有整理過 但是沒有辦法 再像之前這樣 我看妳這衣服 我好想測量視力 我剛剛一直試度看 我還能看到多小 這個衣服很知性 知性 我覺得滿 滿特別 對 熊貓 熊貓 來 請接下來 對 真不錯 中國武術 博大精神 可是要告訴大家 其實散打是起源於中國 大概是七零年代左右 那其實牠非常注重的就是 出拳的 所以那個實際點很重要 當對方正在出拳的時候 你要在瞬間破壞牠的身體重心 讓牠摔跤 所以其實在散打的部分 牠是有分 前級 初級 中級跟高級 是四種不同的動物 前級就是熊貓 再來初級是鷹 老鷹 那麼中級是虎 高級就是龍了 第五題 我選自主學習 不叛逆 出個題目考了 來 請問你用什麼心理學技巧 可以讓孩子愛上自主學習 不再叛逆 A 魚缸效應 B 鳥籠效應 C 花盆效應 這一點也知道 這三個效應的意思才行 1分25秒 我的答案是C 花盆效應 請說你 怎麼選這個 我會把A刪掉是因為 就是自己想像 魚缸效應 就一隻魚 在魚缸裡面游 一直游都游不出去 不可能不叛逆 魚缸不可能不叛逆 對 是人都叛逆 不要說是魚吧 對 然後鳥籠效應 也是一直被 也是 束縛在一個環境裡 對 但是花盆 所以是 你給它水 然後給它養分 給它陽光 它會一直照 旺熱 層有那個向上 我是用這樣的方法 魚缸跟鳥籠 都有環境的束縛和 好像 對不對 都有限制 約束 而花盆 就可以展開來 請 請 等一下 但它分析得很好 正確答案就是 鳥籠效應 好 大家應該很好奇 什麼是鳥籠效應吧 要告訴大家 其實是一個心理學家 他跟他的朋友打賭 他跟他說 我一定要讓你養一隻鳥 他這個朋友就跟他說 我完全不想養鳥 你不用說服我了 他就送給他一個非常精美的鳥籠 結果他這個朋友 把鳥籠放在家裡面 一天到晚都有人問他 你的鳥什麼時候死的 為什麼這個鳥籠裡頭沒有鳥 最後他就受不了 真的去買一隻鳥 放進去裡面 因為要跟別人解釋 實在是太麻煩了 所以它這就是一個 在心理上面的暗示 你會被你的物品 所異化的一個現象 因此其實在父母親 在教育的方面 比如說你買了一個 日記本給你的小孩 就容易讓他開始 學習寫日記 買了一台鋼琴 或買了一個小提琴 他就會開始學樂器 因此你可以看看你的小朋友 他的興趣在哪裡 讓他有一個正確的鳥籠 可以適性發展 送個禮物 你會喜歡 好 我們要送給 吳敬禾對室 生活工廠 本質品味 單人坐沙發 寬敞舒適坐墊 享受放鬆時光 以備多段式調整 自由調整喜愛的高度轉角 首先利用生活的每一個空間 腳凍沙發 單人搖椅沙發 都可以自由變換組合喔 好適合看劇本喔 對 恭喜 恭喜 來 下一回合資格賽 好的 第三輪 絕對是最後一輪 不是孔立元 就是張立東 壓力很大 你們兩個 我會成功相信我們可以的 OK 好 那刺激了 你們給了我第三種可能 我真的不是他就是他了 請看第一個提示 喜劇天王 怎麼樣 要賭嗎 喜劇天王這麼多人 古今中外 哇 第二提示大概十秒 橡皮臉 張立東快不快 喜劇天王 橡皮臉 來 張立東答案子 金凱瑞 金凱瑞還有別人嗎 當然是他 不然呢 高一君怎麼了 我幫他想說 鬥鬥先生 你不要急啊 你講帥 但你不對 他們就猜 他們就知道了 來喔 金凱瑞答對沒有 好 答對開選 摩登大賽請人的世界 好 去 YES 我們來 我是不是預言了 這個是女生 是 沒關係 因為我的選項就是這樣 沒有別人 沒關係 取暖一下 沒關係 張立東的九國攻略賽 請再就位 謝謝 張立東同學 台灣科技大學 迎見工程系畢業 今天你們三個男生的參賽者 已經完成了一堂好戲了 是 我們看到虎落全陽 原來是三隻母的 虎落平陽三隻母 上次的經驗議題就掛掉 你知道嗎 對 如果你議題就掛掉的話 我們搞不好會有第四位 真的嗎 搞不好 我已經快了 你不要再開鏡頭 我剛剛也要講 今天好預言都很準 我在後面 請公布他的第二套題目 第一題 大學奇葩事 你主持了大學奇葩家 對嗎 只要有看錯 其實講的是你對星座是有了解的 尤其胡瓜貓 常常這樣看美女嗎 女生第二個 先抱三尾 再來就是抱星座 抱三尾幹嘛 你就體檢 抱三尾 待會再告訴我 好 我愛事業線 當然啦 這個非常物化女性的角色 沒有 所以 是真的事業 真的事業 左撇子啥問題他昨天 房市熱門地 他做過房市 房地層上班過 立東這樣做 他每年立東都說 他屬於他自己的節日 冷笑話聽笑聲 喜歡講冷笑話 對不對 繼承了這個小鐘的衣博 動物模仿王 擅長模仿 一個好演員本來就要從觀察 模仿你的做起 其實方順集都是你的強項 是 沒錯 好 我們從哪邊開始 我就從我 入這一行之前的 因為我在做房地產 房市熱門地 對 房市熱門地 請出帝 房商公司數據發現 新冠肺炎並未衝擊房市 請問哪一個縣市的交易量 反而是增加超過兩成 A 新北市 B 桃園市 C 新竹市 我選擇的 我選擇C 新竹市請鎖定 對 不假思索的原因是 那新竹市是因為 它有竹科嘛 有一些科西園區 然後它的那個 那邊的 房市的交易量 應該比較大 而且它的房價相對來講 比較低 相對低 相對低 希望你是對的 請揭曉 漂亮 漂亮 恭喜 平了 平了歷史紀錄 好不好 來 第二題 第二題 選大家比較有興趣的人 加油 看星座 那大家都研究這個 為什麼你要研究三維 也沒有 那是順便 看看跟星座有沒有一些關聯 對 三維跟星座有關聯 對,有的是我們星座人 腿會比較細 有 我們星座人上會比較豐滿 也是有的 有 什麼星座比較豐滿 巨蟹座 一般都滿豐滿 我們今天有沒有巨蟹座 今天嗎 這邊沒有 你是看照片的 對 對 你不能往後看嘛 對 不禮貌 對 你只要用照片 以貌舉的也不對啊 交友看星座的準備 請出禮 根據交友軟體的數據調查 哪一個星座的人 是屬於被動悶騷網的第一名 回訊息的速度特別慢 A 金牛座 B 摩羯座 C 雙魚座 很難耶 對啊 悶騷 心情的感覺是 金牛 他只... 你不要... 回訊息就沒慢 你不要再直說 再被動悶騷這四個字 那我選 是回訊息慢的 C 雙魚一起鎖定 C 為什麼不是摩羯 因為摩羯座 我覺得他做什麼事情 都很有條理 然後又有點工作狂 所以我覺得他回訊息的速度 應該特別有效率 特別有效率 OK 他不喜歡被大家質疑 然後喜歡被肯定 所以說他回訊息的速度 應該是最快 OK 那金牛座 我覺得就是屬於一般 那我會選雙魚座 是因為我覺得雙魚座 他比較容易想東想西 浪漫 因為他比較浪漫 所以他可能會 反正一個事情 然後他可能會有AB 兩個選擇 他想多了 所以就回特別慢 雙魚座 我在這裡面 這三個選項當中 最會金屬漫漫的 對 雙魚座的朋友 他們回去其實很慢 像KID KID就很慢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跟我比較不好還是 因為我問他一個什麼 你那個衣服那個什麼 他大概隔了三個月才回來 那個衣服都過季了 那沒錯 他就是不喜歡你那種 沒有 我覺得他也算想比較多 請揭曉 好 不錯喔 OK 一萬在巷子口了 我一定要至少三題啦 事業線啊 一定要禮物人 冷笑話聽笑聲好了 冷笑話聽笑聲 你為了研究冷笑話 是不是當初你在找幽默的 一個表現方式 對啊 因為畢竟 譬如說不同不認識的人 你如果一開始不熟 可能如果講幾個笑話 可能會稍微緩和一點 就算不好笑 你起碼已經釋出善意 冷笑話聽笑聲 請注意 這好難啊 你們不要這樣笑啊 你們是毛刀朋友嗎 你們是毛刀朋友嗎 我選 我選 你這麼好笑 他是 我選B 謝謝索定 你怎麼了 沒有 因為我一個題目 你就把你搞瘋了 你就瘋了 不是 你剛剛怎麼了你知道嗎 我 我在用這個笑聲來喚醒 我朋友平常對我怎麼笑 問題是你根本不知道 誰是你朋友啊 我沒有朋友 太傷人了吧 我說你不知道 誰是你真正的好朋友 OK 你可能以為是他 可是他不是 你用他來做參數就不對了 因為我 我自己覺得 笑聲 你剛好笑到少笑 笑聲短處感覺就是 敷衍的笑 甚至有一個人是嘲笑 我看你多厲害 對 那忽大忽小 感覺就是比較捧場式的 是 因為可能一堆人都開始笑對不對 然後那個人笑完了 然後 像小鐘這種的 意思是屬於高分辨 這樣 這樣 這種就職業笑 所以 所以 我覺得頻率高應該是 應該是 比較真誠啦 職業笑 來 頻率高 笑 好討厭 我覺得是偏短處的耶 你是偏短處的啊 我偏短處 短處怎麼笑來 你會偏短處 你會偏短處 因為短處有點不太 你是 你是氣不喪的啊 不是 BC啊 我本來是在BC選一個 對 關於介紹一萬元智慧心弊 請介紹 歡迎介紹 好 其實根據研究告訴大家 其實你在聽別人 在講話的時候的笑聲 就知道這兩個人的關係 到底是真朋友還是假朋友 因為假笑跟真笑 是能夠辨認出來的 當你是真心的發自內心的 對你的朋友笑的時候 通常笑聲是比較短處 不是剛剛那種冷笑喝一聲 是讓你的笑的每一個音 都是比較短的 同時你的音調是非常不規律 而且整個笑聲的聲音 是很大聲 所以通常聽到你的朋友 對你笑出很難聽 很短處的那種笑聲的時候 代表他是真心對你的 沒關係 比上次好啊 對 一次進步一提多好 多厲害 好不好 馬上進行終極神吧 今天我們的年輕朋友 我們的為了我們的演技演員 未來表演裡面 非常重要的力量 我們的這個非常堅實的後盾 我們今天男生表現的 特地的優異 謝謝 帶來的是白日夢外送王 這麼一出 即將在二月十一號 除夕當天演上演的 除夕 對 除夕當天啊 而且剛說公視頻道是不是 對 對 公視頻道 好 來 我幫你頂著耳骨這樣 是 好 自己拉 拉到這兒 好 再來 不要打到眼睛 好 放 非常好 可惠 再一下 好 再一下 等一下 放 OK 他們卡在眼裡 你 再來一點點 放 有沒有 我過了 好 請拉 豬頭懲罰 放 好 非常好 我們應該要相信每一件事情 應該都會是 HAPPY ENDING 對 對 如果不是 我們也要滿懷希望的 希望它會是的 而且要天天的練習 演出積極而正向的 你的人生就會慢慢的積極而正向 而且說的事情都會迎刃而解 是不是這樣子呢 別忘了 所以到週五晚上九點鐘 鎖定我們的 全民新攻略 掰掰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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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新攻略 模範身招募中 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籌碼的機會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新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